M729型巡航导弹发射车 土雷1月23日,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,媒体记者拍摄9M729型巡航导弹发射车,导弹发射桶等装备。 新华社记者白雪奇设近期,美俄围绕中导条约的博弈不断升级。 面对美方之前发出的最后通牒,俄罗斯于1月23日举行了关于9M729型导弹问题的吹风会和展示活动。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,在吹风会上表示,俄方期待与美国就维持中导条约问题再次展开对话。 不过,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五官并未到场,俄有新展示,美武已参观在23日的吹风会上。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,希望俄方在此次活动上提供的9M729型导弹的客观数据和有关论据能推动美国有关方面的思考,为两国就维持中导条约问题,再次展开对话创造机会。 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炮兵部队司令马特·维耶夫斯基,当天在导弹展示现场进一步称,9M729型巡航导弹的实际射程,为480公里左右。 俄罗斯塔斯射程,为尽最后的努力,这是俄国防部向各国五官和媒体首次展示,被美国指责为版中导条约的9M729型导弹。 1月15日,美俄双方就终导条约问题,在瑞士日内展开磋商,但并未取得突破。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安德烈亚特·普森,指责俄罗斯为版条约,并明确表示,如果俄罗斯不相毁违约的9M729型导弹。 但,美方将于2月2日开启退约进程,对此,俄罗斯方面表示,9M729型导弹并不违反中导条约,并愿在这一问题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,俄罗斯有意展示,美方却无心参观。 消息人士称,23日,北约的欧盟、欧安组织等组织的成员和助额五官参加了展示活动,但美国代表并未出席,似乎对了解其此型一直抨击的9M729型导弹兴趣作而然。 美俄并不同拍的步调,让外界对于双方来着中导条约,达成妥协更加悲观。 2018年10月,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,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,理由是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及条约限制美国年八星武器。 此后,美俄针对中导条约展开多番磋商,但均未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。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销出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,于1987年12月8月,由美苏联国领导人签署。 根据条约,两国部的试验、生产和拥有射程,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带道导弹。 近年来,美俄多次相互指责对方违反条约。 美去一强烈,俄多首应对美国启动退约进程的可能性在不断加大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,美国研究宋学者孙成浩,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,自2018年10月表态以来,美国就退出中导条约仪式运营已久,对退约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估计已有权。 面评估和充分准备,在俄罗斯方面看来,美国拿9M729型导弹大作文章,只是为退约找借口。 李亚布科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,美方想要再重中导条约的意图非常明确。 他认为,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协议,因为这类协议中的某些义务会撤走美国,妨碍其实现全面掌握各领域军事霸权的想法。 冷战之后,美国的地缘政治上,对俄保持打压态是。 特朗普政府任内,对俄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。 当前,特朗普政府更希望以对俄强硬姿态,转移国内通俄门的调查压力。 孙程浩指出,与此同时,美国认为受限于中导条约,自身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距离部署都吃了亏,军事力量发展也受到束缚。 多重因素影响之下,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意愿是很强烈的。 面对趋意坚决的美国,俄罗斯一方面持续释放希望对话的信号,一方面也在加尖做多手准备。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,是俄罗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。 但是当前形势表明,退约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和既定目标。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杨勉,对本报记者分析称,对此,俄罗斯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三。 一是借助各种力量,尽量拖延美国退约。 二是争取的一支持,向国际社会表明俄邦并位违约。 三是做好准备,发展自身导弹力量与何力量,从根本上奔制美国。 在2018年底美,国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轮番对俄施亚时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曾打出欧洲台,告诫欧洲国家,美国如果退约,将给欧洲带来新的风险,以期借欧洲监制美国。 而对于美国的最后通牒,俄罗斯则始终因碰异,从未轻易低头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便警告称,一旦中导条约遭到破坏,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。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包达列夫,则更直接地表示,相应措施,包括俄将加快发下独特类型的武器,条约若私会,天井引人优美俄博异尚未绝处分晓,有关新一门直备竞赛,即将开启的担忧已经纷纷扰扰扰。 纽约时报认为,美国单方面废除历史上最重要的军控协议之一,将非常危险。 美国军控协会执行董事达里尔金·伯尔也认为,在没有替代计划的情况下,撕毁中导条约,可能会打开美国与俄罗斯无限制军事竞争的威胁大门。 普京曾表示,美国此举可能会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,和整个军备的监控系统崩溃。 担忧并非没有道理。 美国已经退出反倒条约,如果再退出中导条约,那么全球军控形势,将受到重大损害,越来越缺乏规则约束。 杨免分析称,中导条约若被撕毁,美俄为了相互防范,都将发展自身中导力量,甚至核武器系统,其他有能力的国家,也可能为了安全改奔飞效仿。 这意味着人,来面临的战争威胁,核武器扩散威胁都将增大,世界和平与发展,将因此遭到破坏。 孙程浩也认为,如果美国退约,本就糟糕的美俄关系将雪上加霜。 此前,美俄在战略稳定,以及军控方面仍有一定默契,但现在看来,双方关系正在失去这个重要支撑。 更严峻的是,地区安全态势,也将面临冲击。 欧洲可能成为美俄军备竞赛的前线,利益受损,美欧和欧关系,都会受到影响。 要看,印太地区,也有可能被进入军备竞赛,全球安全形势将随之恶化。 现在,许多欧洲国家已开始担心,一旦中岛条约崩溃,如何防止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。 显然,谁都不愿接收美国部署的鞋弹和弹头的导弹。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马雅科齐杨谢奇,之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美国和俄罗斯需要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,以维护中道条约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48日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保留中道条约非常重要,尽可能完善并保留现有的核材群体系也非常重要。 国际社会各方都抱着最后的希望,努力向美俄喊话,机器问题最终能妥善处理。 目前,美俄博弈还在言语层面,双方没有采取实际动作,但如果学力继续升级,实际性的影响就会显现。 孙程浩说,本报记者言语,人民日报海外版,2019年1月26日第六版。